电竞比赛场上打得火热 场下竞也开启擂台打得护不相仗 梁芳准马大大出手 在观众席上演全舞行现场乱成一团 有人不断叫嚣 也有人赶紧劝架要将双方拉开 都事件发生在台北华山文创园区 原来22号晚上手游公司举办线下总决赛活动 其中一方亲友在场比赛 不满台下围观民众说选手打太烂 会不会比赛 切得徒手开打 最后变成双方拳脚相向下的工作人员 连忙保津 在场观众因之之方不同 其中一方亲友在场比赛 那另一方言语上较为刺激 观赛讲风凉化和选手亲友爆发肢体冲突 看比赛看到进警局 双方动手5人被带回警局后相互提告 被以妨害秩序伤害罪送办 也让欢乐的手游比赛彻底变掉 记者黄天耀装备子采访不到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及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及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